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充满反转与浪漫的爱情故事 在这部剧中 金志源成功变身 饰演了一个目中无人的财阀三世 那种高贵而强势的气质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 而金秀贤则挑战了一个全新的角色 成为了这位财阀女王的草根驸马 两人在剧中展开了一段充满波折的爱情旅程 从最初的相杀到后来的相爱 历经种种曲折 让人为之动容 金志源与金秀贤的组合无疑是本剧的一大看点 两人都是出了名的高颜值 当他们同框出现时 那种强烈的化学反应简直让人无法忽视 他们的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爱意 让人仿佛能感受到屏幕中溢出的粉红泡泡 近期 官方还释出了两人的最新婚纱剧照 在照片中 金志源和金秀贤身穿华丽的婚纱和西装 交换戒指的画面充满了浪漫与甜蜜 这一幕简直就像是一场财阀等级的世纪婚礼 让人为之惊叹 《泪之女王》不仅有着精彩的剧情和出色的演员阵容 还有着令人心动的CP组合 金志源和金秀贤的演技与颜值都让人为之倾倒 他们的表演无疑为这部剧增添了许多看点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剧 那么千万不要错过 相信它一定会给你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 CP2 太阳的后裔静久 神级编剧金音书的作品 一直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观众的目光 而它的代表作《太阳的后裔》 更是成为了一部经典之作 这部剧集不仅成功捧红了主演宋慧桥和宋仲基 更让女配角金志源的演艺事业迎来了巅峰 在《太阳的后裔》中 金志源饰演的角色与男星禁酒组成的 救援CP成为了观众心中的一大亮点 两人都是军人身份 金志源更是禁酒的上司 这种跨越军阶的虐心恋情让人为之动容 他们在剧中的互动不仅充满了戏剧张力 更是让观众感受到了深厚的情感纠葛 金志源和禁酒的表演非常出色 几乎每一幕都堪称经典 他们在剧中经历了许多波折和磨难 但始终坚守着彼此的感情 这些桥段不仅让观众感受到了爱情的力量 更是成为了该剧的收视保障 创下了当即收视率最高点的记录 可以说 《太阳的后裔》为金志源的演艺事业 注入了新的活力 让它的知名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这部剧集的成功 不仅在于其精彩的剧情和出色的演员阵容 更在于其深入人心的情感表达 和对人性的深刻探讨 相信在未来 《金银书》编剧还会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CP3 《三流之路》朴旭俊 在金志源的历代韩剧CP中 他与男神朴旭俊在《三流之路》中的组合 无疑是最受欢迎的一对之一 两人在剧中从起初的欢喜冤家 逐渐发展为恋人 他们的互动既甜蜜又爆笑 充满了自然的演技 令人忍君不禁 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令人着迷 使得观众对这对CP的喜爱度直线上升 除了演技的默契 金志源和朴旭俊的最萌身高差 也是一大看点 他们站在一起时 身高差形成的视觉冲击力 让人眼前一亮 再加上他们外形上的灯队 简直是天生一对 让人为之倾倒 《三流之路》播出时 引发了广泛的追剧热潮 观众们纷纷被金志源和朴旭俊的演技 和魅力所吸引 纷纷期待着两人能够再次合作 而在当年的KBS演技大赏上 主持人更是调皮地问了朴旭俊和金志源一个问题 拍戏中有对彼此心动过吗 结果两人都害羞地举起了手 这一举动让现场气氛瞬间沸腾 不少网友看到这一幕后 纷纷表示希望他们能够假戏真作 再次携手出演一部作品 满足观众的期待 金志源和朴旭俊在《三流之路》中的CP组合 不仅给观众带来了欢乐和感动 更让人们看到了两位演员在演技上的突破和成长 他们的精彩表现让人对未来的合作充满期待 相信无论他们再次搭档出演什么作品 都会成为观众们热议的焦点 CP4 阿斯达年代季宋仲基 金志源和宋仲基在《太阳的后裔》中的合作 虽然未能将两人打造成荧幕情侣 但他们的默契表演和化学反应 仍给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虽然剧中两人并非恋人关系 但他们的默契与互动却让人看到了潜在的CP感 甚至有人许愿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他们真正扮演恋人 而这样的愿望在《阿斯达年代季》中得到了实现 《阿斯达年代季》作为韩国首次尝试 以上古时代文明和国家诞生为背景的架空历史电视剧 其独特的剧情设定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金志源和宋仲基在剧中的再度合作 无疑为这部剧增添了不少看点 他们之间的情感纠葛和默契配合 让许多观众为之动容 然而由于该剧的剧情相对复杂 涉及大量的上古文明和历史知识 使得部分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感到有些吃力 同时剧中部落的造型和设定 也与传统韩剧有较大差异 这样一些观众在习惯上感到不适 因此该剧的评价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 尽管《阿斯达年代记》在口碑上并未取得一支好评 但金志源和宋仲基的合作 却赢得了观众的一致认可 两人不仅在剧中展现了出色的演技和默契的配合 更在私下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据传闻 宋仲基还将在金志源的新剧《泪之女王》中客串出演 这一消息让许多剧迷兴奋不已 纷纷表示期待看到两人的第三次合作 可以说金志源和宋仲基的合作 已经成为了韩剧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无论是《太阳的后裔》中的默契互动 还是《阿斯达年代记》中的情感纠葛 他们都为观众带来了许多难忘的时刻 期待未来他们能够继续携手合作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CP5 《爱在大都会》 池昌旭 《爱在大都会》这部韩剧 以其独特的剧情和出色的演员阵容 成功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眼球 故事围绕着一群在复杂都市中奋斗的年轻人 他们在追求生存的同时 也在不断探索内心的自我 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与爱情 金志源和池昌旭的首次合作 无疑为这部剧增添了更多看点 虽然两人之前并未有过交集 但他们在剧中的默契程度却让人惊讶 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自然而强烈 完全没有任何初次合作的羞涩感 无论是深情的对望 还是日常的互动 都透露出浓浓的爱意 让人仿佛能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电流 剧中 金志源和池昌旭的吻戏 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他们不仅有着令人脸红心跳的激情吻戏 还有着充满浪漫氛围的甜蜜吻戏 比如在冲浪板工房的床戏中 两人的热吻让人仿佛能感受到 他们内心的激情与渴望 而在婚礼定情吻中 他们的吻则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与承诺 浪漫涂鸦吻则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与纯真 这些经典吻戏不仅让观众们看得津津有味 也让人对金志源和池昌旭的演技赞不绝口 他们通过细腻的表演 将角色之间的情感纠葛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人为之动容 总的来说 爱在大都会不仅有着精彩的剧情 和出色的演员阵容 还有着令人心动的吻戏场景 金志源和池昌旭的首次合作 无疑为这部剧增添了更多看点 也让观众们对他们未来的合作充满了期待 CP6 我的出走日记 孙喜九 金志源与孙喜九在 我的出走日记中组成的 艳势CP 引发了广大观众的热烈追捧 剧中 金志源饰演的是一位在公司中备受冷落 处于职场边缘的女性 而孙喜九则饰演了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酒鬼大叔 这两位仿佛被世界抛弃的男女 在命运的安排下意外相遇 彼此间产生了深深的情感纽带 在这部剧中 金志源的角色虽然身处困境 但他并未放弃对生活的渴望 他对孙喜九说出那句 崇拜我吧 我想被人填满内心一次的独特告白 让人印象深刻 这句台词不仅展现了金志源角色 内心的渴望与挣扎 也展现了他在困境中寻求救赎的勇气 而孙喜九饰演的角色虽然看似颓废 但他内心深处却隐藏着无尽的温柔与善良 他用自己的方式 默默支持着金志源 让他在困境中找到了依靠 两人之间的互动 虽然充满了艳势的氛围 但却让观众在观剧的过程中 感受到了治愈的力量 这对 艳势CP的设定不仅新颖独特 而且极具现实意义 他们代表了现代社会中许多人的心声 那些在生活中遭受挫折 感到迷茫和无助的人们 都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而他们的爱情故事 也给了观众一种希望和勇气 让人相信 即使身处困境 也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 因此 《我的初走日记》中的金志源与孙喜九 用他们的演技和魅力 成功塑造了一对深入人心的荧幕情侣 他们的互动 不仅让观众在剧情中感受到了情感的起伏与变化 更让观众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心灵的慰藉与力量 以上几对金志源的韩剧CP 你最喜欢哪一个呢